時事焦點,熱門話題,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對話韓人 我們又說說英國脫鉤 換了一個新的首相之後 他們的步伐很急速,但是動作引起爭議 究竟現在到什麼階段 我們這位英國新的首相還押得多久呢? 這次英國最高法院有個裁決裁定 約翰遜要英國女王批准下令英國國會休會 一直到三月 這個行動是違法的 於是英國國會馬上恢復開會 這就是約翰遜上台以來 我認為是最沉重的一職 本來約翰遜要為了他的脫鉤的目的和計劃 不受那麼多的影響和批評 於是非常魯莽地要議會休會 本來就是英國的議會剛剛休會 開回不久了,大概兩個星期 馬上就要休會整個月 於是引起英國的議員和社會極之不滿 最高法院十一個大法官一致同意裁定 約翰遜這個行動是違憶的 那麼這件事打到約翰遜基本上就無環頭之力 但是雖然抱怨不甘 但是一點白飯都沒有 好了 有了這個配件 英國國會開會 因為新友提出 要他們休會三天 因為英國的保守黨要開全國大會 休會三天 誰知道英國的 下議院 投票 反對 駁回 可以 又輸了一場 當然這一場 就不像最高法院那次那麼大 但是 畢竟也是 又輸了一個回合 那麼到了現在 英國的脫勾 就真的去到一個 非常尷尬的地步 本來是希望有罪的 有意義的 大家好罪好散的 這樣的分手 但是到了現在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了 跟歐盟已經是差不多就 說了 歐盟雖然 表示 如果 你有充分的理由能夠說服我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次 延期給你 不是 下個月 10月31日 我們可以再適當延期 但是 問題就在於 你有沒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服這個歐盟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基本上不大的 所以呢 到現在 英國脫勾 終於 以什麼的形式 來到脫勾呢 都還是一個疑問 我猜 我猜 協議就 基本上 不大的 不多 可能會有的了 那如果 沒有協議的脫勾 對英國來講 造成幾大的 打擊 是吧 還有呢 沒有協議的脫勾 到底 會是一個 怎樣的形式的脫勾 都是一個疑問來的 所以 讓信我認為他現在的處境非常尷尬 他的前景 是 極之 堪憂的 到底他真是 還不可以 能夠熬了多久呢 這件事 相當令人悲觀 所以呢 他現在還是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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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說我不會走的 但是 形勢被人強啊 到底 會不會 真的要走呢 這件事 我認為極有可能 所以 如果某一日 大家一早早起床 打開電腦 或者打開報紙 突然間 一個大標題 告訴你 約翰遜 收包袱 走了 不要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很驚訝 這種可能性 我認為是存在的 好 我們又說一說 林鄭 香港的情況 很多人都擔心 十一那天 就會有大件事發生 林鄭在十一之前 就開了社區 對話會 這樣 你覺得 這樣的做法 或者十一的時候 香港會怎樣呢 會出現問題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 到了目前為止 我就覺得 似乎這兩天 雖然剩下了些 但是你說那些黑衣人 是不是就這樣 放棄了 或者改變他們的策略 不再在街頭上玩 我覺得這種猜拆 可能是真的不對的 因為他們基本上 沒有受到相應的懲罰 現在這幾天的靜 可能是一種 休憩一下 休息一下 再等多幾天 國慶這件事 今次在國內 就非常重視 香港 到現在就 不太覺得 反正香港有很多重要的節目 都是 不會太重視 比如星期禮 本來就是在室外 今次經廣場進行 但是 今次 舉說就改了 就在室內 那些高官在室內 會展來看 就不要再在室外來搞了 特區政府有這樣的決定 基本上都是 怕了 反對派的搞事 是吧 反對派你一怕他 他就不行了 是吧 所以 國慶這日 在香港出現一些 反對派搞事 我覺得 這也不奇怪 並且幾乎可以說 肯定 說會是 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一出了這些事情 特區政府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就只有避 只有羊 我怕你 只能夠是這樣的 所以 沒有其他特別的 相應的辦法 能夠真不真是有效 這樣來壓止 這個是 我看不到這種可能 相反 在北京 在大陸 在內地 對國慶的那種期待 就非常之強烈了 我感覺到的就是 大家尤其是 對月兵 因為 今年是七十年 七十大大慶 所以就搞月兵 這幾年 中國的月兵 都很頻密 再搞一次 再搞一次 據說 就是規模 比往年大 但是 花的錢 比往年少 一點都不奇怪 是吧 因為 有很多事情 都可以 以前 已經搞定 搞定了 今次 繼續用 所以成本 低了 也真的不奇怪 並且那些月兵的人 人數再多 人工 都是那些 所以 對中國來說 根本不是一個大負擔 大家現在期望的就是 看看 因為最近這幾天 政府 和外面的宣傳機構 對那些 參加授月的那些 那些士兵的訓練 宣傳得很厲害 又做足功夫 都掉了人的胃口 到底有什麼 新的武器出現呢 等等等等 那搞到 全國 對月兵 就非常之 期待 那麼 月兵 中國的月兵 一來都 一路都是受到 一些 某些 所謂公知的攻擊 公知的 講法就是 只有 獨裁國家才月兵 民主國家不會月兵的 那這樣就拿來講 因為 美國 法國 這些都經常月兵 特朗普上台 搞一次 都搞一次 雖然規模很小 不多 像樣的 都有月兵 所以 並不是 獨裁國家 好像中國 朝鮮 伊朗 這些才有 並且 中國的月兵 那種 視覺的震撼 大家都知道 效果非常之強烈 所以中國 一路都是在搞 我個人認為 月兵這件事 除了 這些 視覺和宣傳的效果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體驗 軍隊的那種 紀律性 和訓練程度 這件事 我覺得 非常之重要 所以 搞一下月兵 在中國 尤其是今年的國慶 我覺得 令人期待 都是非常 可以 理解的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 同樣時間 繼續對話和人